本出的街食 其实去到什么食肆都会有一定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Radiation 我就是不太担心 正如大家都知道 吃什么都要适量 我觉得偶然一次半次一个月 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的 相信 静止也只是现在一时的 抢海岩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我觉得只是大家的一种心理恐慌 对未知的一种恐慌 但其实这个事情 一旦开始了 就像开启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吧 它就没有办法关上了 那我们只能说是去适应环境 接受这个变化 中国的黑牌放量 其实都有调查过 就是说是日本的 黑牌放量的两倍以上 那其实如果你越来越担心 现在日本的黑牌放出来 那其实本来我们可能是 吃人自己在喝的 可能都是有一些 是污染了的水 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其实如果他本身做了很多研究 大家其实本身有很多 科技他支持的时候 那其实我本身不会说担心 就是说吃日本的鱼生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都会就算他牌放也会 也会认为人吃那个牌 这边别的坏 网友 要去做都要做 不想做 那么大的 儿子 有点 什么 白开 他 一切 差距挺大的 2次 24日之前生意 反正每天都挺忙的 就从24号开始到今天一点都不忙 很闲 就从投物质开始开放的时候 基本上没人买过来 这个措施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连我们自己国家的海产品都要收到影响了 因为它过段时间就要看到这里来了 说字线啊什么瞎骨啊 这个影响一样 确实是肯定好的 从中国人来讲 这个是日本的东西能不能进行 因为合乎是比较这个 治癌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说不准 所以现在我们进口的话 是很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